欢迎来到新台湾星光大道 这个马总统呢 今天接受中天的向选民报告 赵超纲先生的访问 他在这次访问的时候呢 第一次对于宋楚瑜的参选 表示了他很担心 而且呢他用了一个字啊 说我很伤感 就马英九如何的看待这个宋楚瑜 这个参选到底的 对他的选票的影响 还有就是在这个整 这一次的这个选举的过程之中呢 我们看到宋楚瑜的联署 现在呢绿营确实在帮他联署 而绿营的高雄市议员帮他联署 这件事情呢被抓到了 可是蔡英文说这是选民服务 今天呢我们要就这些话题呢 来聊一聊为您介绍 现场的来宾 大家非常熟悉的陈辉文 大家好 蓝轩 大家好 陈道好 游一红 还有杨宪红 大家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 马总统今天在接受 赵绍康访问的时候呢 谈到宋楚瑜 以及一些相关的话题 他是怎么说的 我们先来签读为快 选前倒数两个多月 马总统接受中天新闻 赵绍康专访 当然一个问题 我想你也不想谈 国民党一直在冷处理 就是宋楚瑜的问题 有时候 塞兹也是很 很伤感 就是说我也自己在检讨 是不是我这些年来 对宋先生 什么地方不周到 礼数不够 或者是不够尊重 我也在检讨 那我应该怎么做 能够把这个情况 有个改变 我们都没有刻意地去冷落他 看到宋楚瑜出在选举 那你到底担不担心 我们当然担心 哪一个选举人 希望同属一个阵营的 有第二位候选人出来 一讲到关键字 宋楚瑜三个字 听得出总统的感叹词 明显多很多 语气转折有点大 不过让总统情绪更复杂的 哪指亲民党 喜欢马英九16.8 喜欢周美清47.1 有点吃醋这样 我这情绪十分的复杂 就是我想也是 一方面呢 我从来没有在任何的民调 输人家这么多过 只有输了个半天 输的是自己的太太 那家里到底怎么相处 是他让你让他 他听你你听他 他还是怎样 这问题是不存在的 不存在 当然是我让 在外抢选票 马总统可能万万没想到 最后民调 可是栽在自个儿 太太周美清身上 只是面对近日来 两岸和平协议遭对手抹红 马总统也有话要说 所以呢 他现在 基本上就是愿意 跟台湾和平发展 但是呢 不做任何承诺 我们希望 双方都能够承诺 不要用无力解决问题 大家希望有和平 可是要不要有和平协议呢 还会有很多的疑虑 所以我看不出来 在我未来的四年当中 有机会去推动 花了好一些篇幅 阐述两岸和平协议和公投 从国事到家事 总统有问必答 一一接招 军台北 综合博导 这个周美清跟马英九这个 还真悬殊啊 这个喜欢周美清的四成七 已经接近五成了 跟这个马英九比较起来 显然周美清对于 民众的心目中的形象 各方面是非常非常好的 好 我们来看宋楚瑜的这个问题 总统 蛮说是 可以说是真情流露吗 蓝军你怎么看 在看待宋楚瑜 他觉得说很伤感 然后而且呢 他会担心 这他是过去从来没有这样讲过 坦白讲 如果说只看字面上的时候 刚刚乃琴一开始在讲的时候 很伤感 我觉得应该就是真的 有点很感慨 不过我刚刚看到马英九 在讲的时候 坦白说 我觉得他没有那么伤感 我真的觉得 他其实没有那么伤感 但是 他的担心就是要存在的 要那个眼眶泛红吗 就是说 我想不晓是不是 因为马英九情绪也整理好了 或者他已经准备好 其实一定会有人提这个问题 所以他那个 突然间就是很感慨的那种感慨 其实没有说到这么的沉重 那反而是我觉得 他讲到的一个比较理性的部分 是很担忧 这种我倒相信是他由衷的肺腑之言 因为我想是不仅是他很担忧 很多人看民调这么的接近 其实都会觉得这一次选情 看起来是还蛮紧张 蛮厮杀的 所以我觉得对马英九来说的话 他也算是坦白 而且他第一次面对宋楚这个问题 而且我所了解到就是事实上他也说 他们还在努力 还在沟通当中 但是他保证 如果说有任何的成果出来 一定不会是密室写商 一定会跟大家讲 但他也讲说万一没有成果出来 他也做了最坏的打算 所以其实这个话 我会里面听最后一句话 就是他做好了最后的打算 因为对他来说 没有任何任何的一个机会 可以跟余裕 让他可以把他的未来交在宋楚瑜身上 所以他必须要做最坏的打算 所以显然的我觉得他的担忧是必要的 而且到目前为止看起来 宋楚瑜应该跨过门槛 他说是的 而且就会参选到底了 是宋楚瑜不是说他们已经会跨过门槛 而且下礼拜就要先交出第一批了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虽然马英九说还是不放弃努力 要继续跟宋楚瑜沟通 不过我想这个机会 好像真的是越来越小了 是不是这样 现宏 我们标题弄错了 我们标题弄成感伤 他刚刚讲的是伤感 有点不一样 伤感是伤心的感觉 感伤有点受伤 感觉受伤 不舒服一点 还是些微的差距 但我们准确一点 我想他现在是想用温情的方法 他其实也没别的方法 想要说 他主要的说话对象不是宋楚瑜 是他的选民 说你看我都很柔幸 你们 就我还在努力 他不愿意做那种说 就是外界是认为 我想他有一点感觉到说 自己不周到这些 其实不是他的感觉 是来自于外界对他的批评 为什么会批评他 因为大多数人都觉得 总统你对所有人其实都不周到 不是只有对宋楚瑜而已 所以这个不是说 别人都觉得总统很周到 所以只有对这个 好像他没有那个 不周到 不是 好有意思 今天我们在讨论这个话题的时候 因为先前的时候 总统在接受访问的时候 他不是有提到说 有带湖南菜去跟宋楚瑜吃饭 然后跟他请议 而且他过生日的时候 都有送寿酒 我觉得罗世雄讲的太有意思了 就国民党的罗世雄 在高雄要选立委的 他说宋主席 我们平常的人的生日的时候 都只有一张卡片 总统都还不忘记 送酒送礼 真的已经很周到了 对对对 所以这很有意思 所以不懂是称赞 那还是批评他 对 称赞马英九 马英九感伤是应该的 感伤应该的 为什么 因为现在我们刚刚讲的 他这个对谁都不周到 对谁都不周到的人 只有对宋楚瑜是周到的 已经刻意这么周到了 你还出来跟我 感受不到 不是 感受不到 你还出来跟我选 还到处骂我 还说什么 我对你怎么样 还弄出这么小鸡来打 你说能不感伤吗 不要说感伤伤感 其实都一样 我是觉得马英九 感伤有理 伤感也有理 我刚刚还没讲完 我讲的意思是说 这都不重要 你到底谁周到不周到 这都不重要 因为你是总统 你讲的话的意思 好像是开公关公司的 这个对你没周到 你不是公关公司 你是总统 总统你要照顾谁 你没有照顾到 我今天要讲说双英的问题 才今天出现宋楚瑜 双英的执政的情况 以及他们对政治的间接 产生了宋楚瑜现象 对不对 这是很明显的 当然最重要是谁在执政 就是马英九你在执政 马英九你在执政 你应该去感觉到伤感或感伤 或是不周到的部分 是你怎么对2300万人民 那个才重要 你对宋楚瑜周不周到 老实说我跟你的间接是一样的 不周到都没关系 这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的政策周不周到 你的政策有没有让你感觉到说 你其实应该做到没做到 所以你很伤感 你的伤感要放在这里 说实在的我也觉得就是说 总统在对人家说周到或不周到 这是他做人的礼数的这个部分 其实无关红旨 但关键是说 因为在前段的时候宋楚瑜他们 宋楚瑜还在酝酿 要出来参选的这个过程里面 是他跟他的幕僚一直在讲 就是说马英九都不理他们 什么的不是这样子吗 因为他们一再强调说 马英九都不理他们 所以才会讲出来 就是说马英九觉得说 我是不是不够周到或什么样的地方 但现在宋楚瑜的参选 他已经把焦点转移在说 是马英九无能了 所以礼数那些都不重要 那你怎么看马英九今天担心呢 他的担心对未来来讲 其实马宋不太可能合了 就是说马英九不理的人也很多 这个不理跟周到是一物之两面 是同样的道理 但是问题是大家 没有受到关爱的眼神的 不爽的人其实很多 但是大家的反应不一样 有些人就说不不爽 也许有些 有些 没错 有些比如说名嘴评论家 他就在电视上 就多花几分钟修理他 可以修理就满足了 大部分人其实也无可奈何 宋楚瑜是一号跟人家不一样的 那我必须讲 刚刚赵老大问的问题 就引导出一个必然的回答 赵老大的问法 他只能说担心 伤感 但你看他表情 我宁可相信他是真的 因为我没有证据证明他是假的 但是问题这个担心跟伤感 到现在已经感动不了宋楚瑜 这个话即便早讲好几个月 也感动不了宋楚瑜 因为宋楚瑜的出发点 并不是说你不周到 所以总统要反省的话 循着不周到这条路去想 是错的方向 因为宋楚瑜企图性太强了 你要驯服他 你要让他动弹不得只有两条路 一条就是说你的政绩好到 让他无法可收 第二条就是说我的offer 我可以给你的东西 让你无法抗拒 难以拒绝 马总统到现在为止 就很少给人东西 大概什么台匪的董事长那个算一个 宋楚瑜那样的董事长他也不会要 宋楚瑜要的东西很大 这个马英九给不了的 所以这个反省的方向错了 不过我要提到一点 他说四年内如果连任 四年任期内他没有办法推动和平协议 这个我们老赵讲过了 我在节目里头我说我这辈子是看不到 甚至凤馨啊甚至你们啊 少我20岁少我30岁的 通通看不到 但是为什么他没有接下去讲完 而且老赵也没有善尽责任 老赵顺底下都在讲啊 为什么不问他呢 还是我们刚才没有讲 不过我们可能只有片段 对啊 完整的内容要看9点钟 因为下面一句很重要的 就是说你四年做不到的 为什么要讲 那我认为 他有问 有吗 有吗 那很好 我认为 马有自己讲 我认为当然要讲 有一些人就说美国的总统 从来没有讲任内不做的事情 美国总统是美国总统 台湾总统是台湾总统 台湾总统何其不一样 其他各个国家的总统 有面对像我们两岸 这种严重的事情吗 他做不到的事情 也要有一个视野 也给大家主持一个方向 他如果完全没有讲 有人也会骂他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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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赵先生 叫声有追问 对 马总统有回答 9点钟赵少康的向选民报告 辉文在这个板子上面 我远远的望过去 已经写了大大两个字 伤感这样 你要来说文解字吗 还是怎么样 对于马英雄 我觉得还是不一样 因为马总统明明是讲伤感 那我为什么要打感伤 他在物质 对对物质物质 我们待会再讲过来 还是有差别 因为马总统最近的专访 跟宋楚瑜做比较的话 很明显的马英雄的收视率都不好 所以刚主持人的这个 盆莫是应该的 晚上9点 周朗康会专访 总统讲话比较温和 今天也是 宋楚瑜在另外一台也有 对对对也是 他8点到10点 那是宋楚瑜故意 还是又是巧合 其实他们两个礼拜前 有同一个时段出现过 那时候宋楚瑜的收视率是领先 我想各位前辈都很清楚 这个收视率就是观众会不会转台 那为什么马总统的这个 因为内容我没有看到完整的 就说为什么之前马总统的专访就是 收视率变不好 那我的解读就是说 因为你讲的 观众没有兴趣了 就转台 那转台怎么办呢 转台 就会不会变成你的收视率不好 然后你的支持度也不好 你的满意度不好 最后你的得票率也不好 倒是不会吧 会不会这样 我是不晓得 但是我认为马总统的问题 刚刚不是电视台的问题 也不是主持人问他的问题 问题还出在他自己 你刚刚这个沈奥提到说 未来四年没办法推动 这种事情其实在马总统丢出这个 梁和平的议题的时候 他就没讲 一直补充一直补充 从三个原则变成十大保证 中间又加了一个公投 到了今天最新的说 未来四年 如果他连任才有未来四年 未来四年没有机会推动 这东西 其实应该一次把它讲清楚 我觉得他现在一直追加 也很奇怪 那我最后要讲一下这个民调 因为我们还是没有看到完整的说 总统跟总统夫人 跟第一夫人放在一起做民调 这是要怎么比啊 好 我也没看过这种民调 欧巴马会跟秘雪做民调 你比较喜欢欧巴马 你比较喜欢秘雪 这有点怪啦 那周美新的民调 赢过马总统 马总统用比较幽默的方式带过 但是为什么 为什么大家比较喜欢周美新 他们说我在家里 我都让他什么的 这种耍可爱这些 什么递个水 刚好有个杯水 递个杯水 然后就被蹬啊什么的 那种东西加分 我觉得要比较自然的加 如果像这种刻意的做球给他们说 大家比较喜欢周美新 比较不喜欢马英九 这问题基本上我觉得有点巴热了 不是这好玩的啦 这比较趣味性的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总统跟周美新的这个互动 是民众很关心的一个 就很好奇啦 好玩的一个话题 我们来看这个马英九说 宋楚瑜如果参选的话 当然会担心啊 他的担心呢 有没有道理我觉得最重要的关键在于是 宋楚瑜他的这个支持度啊 以及他在这一次的整个的联署的过程中 所展现出来的到底是如何 我们看到宋楚瑜他自己非常的有信心 而且已经对外宣布了 他下个礼拜就会把第一波的联署书给送出去嘛 那这个第一波的联署书里面呢 很显然的我们看到说在这个里面 有非常多的绿营的人士呢 在帮他做这个联署跟串联 那在这个部分 那宋楚瑜他是怎么看待呢 他觉得这样的一个结果 反而是超越蓝绿吗 蓝绝你的了解是如何 对于宋楚瑜来说 现在这个阶段当然一定要 过联署关卡最重要 所以哪里来的票 哪里来的联署书都没关系 我觉得对他来说一定是这个样子 否则如果说他认为这件事情有关系的话 我相信他不会去上三立的大外新闻 去接受郑侯宜的访问 所以呢事实上他知道 他最后如果需要催票的话 哪些票哪些地方是他催得动的 就这些人会因为他的呼喊 快快的来帮他一点忙 到目标电视对目标群众 没错 因为事实上我认为 当然蓝绝里面有很多人 对于马英九不满的 可能已经去联署了 就是这些人是早早就已经去联署了 但他不见得 我觉得他会到一个就是说 我觉得在所谓的蓝绝当中 或是说所谓的中间选评当中 就是说你支持他不支持他 不具有策略性的时候 早要联署就去联署了 不想联署就不联署了 他不会说因为你可能告急咯 你可能因为过不了门槛咯 那我快点就帮你联署好了 那所以我觉得他很精确的掌握到说 有哪些人他最后动员 动员得了的 即便你未来不投给我都没关系 你就现在帮我快点联署 所以我认为这部分 对于宋鼠瑜来说的话 当然觉得多多益晒 能够那个 但是你说真正到说 绿营的人很多去支持他 我觉得也不尽然 坦白讲如果说真的 绿营是从上到下发动 然后呢 他的数字大概也不会到 只有过25万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这样讲 就有点默许 就大家都知道 因为对于民进党中央来说 如果说了 你很明显的去操作宋鼠瑜 参加这个战局的话 我觉得对蔡英文 对民进党来讲 胜之不武 如果胜的话 就是就一个政党政治来说的话 尤其是一个相对来说 里面比较是对立的一个政党来说 我觉得是很缺乏一个政治道德的 那所以他们就采取一个表面上 严禁公职人员去参与联署 在底下呢 这叫选民服务 你们自动自发的没关系 然后呢 能有多少是多少 那事实上呢 地下电台也好 或者一些 比起自己的耳语当中 事实上都愿意帮宋鼠瑜一个忙 都认为说 宋鼠瑜不可以缺席哦 缺席的话 其实就少了这个 非常重要的变数了 所以我想对宋鼠瑜来说的话 当然 只是说接下来他要怎么样子去 如果说他还想继续扩张他的能量 而不让他这样子一个支持度 在10%左右到联署之后就往下走 而是能继续往上走的话 我认为对于这个所谓的 他不太喜欢听到的绿帽子 他未来要怎么去解释 去交代 我觉得还是蛮重要的 对 跟我不同意 因为这个之前啊 沈大佬讲过 他说全国很多评论员 只有我一个啊 研判宋鼠瑜不会过门槛 我说有可能 有可能 有可能不会过 下礼拜要送连署啊 哈哈哈 我也很心险啊 下礼拜就可以知道 到底结果怎么样 而且其实依照这个 过去送这个连署书的经验啊 他们自己也很清楚 就亲民党也很清楚 大概有三成会被刷下来 所以说 如果说只是刚好过门槛的话 我觉得这样子不保险 最好是能够超过门槛很多 而且 你如果是刚好这样子过门槛 然后到时候又有什么闪失的话 说你不成的话 那又是中选会在那边政治打压了 我们先进一场广告 等一下回来讨论